台南市議長會選案 檢察官起訴了十個人 查到當時約定每票至少一千萬 而且更保障未來如果落選 可以領四年的薪資 還可以打折買便宜的房子 甚至還搬出了可以找市長出來做保 結果買票的、賣票的、白手套、半黑臉的 全部無罪 他們更主張這是換票而不是買票 司法在辦一般人民會選案 小到30塊以上送禮 你就辦他是會選成立 結果現在上千萬甚至落選領薪水 買千萬的房子還可以打折 這個變成是換票而不是買票 長期以來蔡總統你的司法改革 改到最後要下台的時候 現在要強行廢除死刑 然後買票的變成是換票 今天已經徹底摧毀了台灣人民 對司法僅存的一點點尊敬 任務 交捐